大家好,我是智慧工业的记者 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第22届CIOE中国光博会的现场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展位是 7C41号湖北松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现场 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林投女士来参加我们的专访 林投女士您好 那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 公司和近期的发展规划 和您的主要的参展产品和它的亮点 好,松林光学是一家综合性的光学物品的企业 我们的光学元器件就分为 在平面镜、透镜和能镜 在平面镜、透镜这方面呢 首先是在尺寸方面 物理尺寸方面全面达到客户的要求 然后就镀上各种的光学薄膜 这样就让它这些光学元器件呢 就能实现各种的光学性能 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呢 从光波长来分呢 十分可见光镜头和眼红外线镜头 那么在光学元器件上面有好的镜头 再加上平面镜、透镜和能镜呢 就让全方位的能实现各种的光学引擎上的光路上面 实现的各种的光学性能 松林呢是成立于1998年 在经过20多年的光学沉淀呢 松林已经能全方位实现各个客户的需求 并且全方位的提出各种的解决方案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林头女士 为大家带来的介绍 那您觉得在行业未来的发展 技术和市场方面会面临哪些机遇呢 我们认为呢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整个的产业链都应该起来了 我们无论从设备的制造 以及很多制动化的产业 都整个配套企业中国都非常齐全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在光学领域里面呢 是可以走到世界领先的地位的 好 谢谢 谢谢 相信我们中国的光电方面 一定会走出一条非常蓬勃的道路 那最后请您对着镜头来表达一下 您对第22届CLOE中国光博会的期待和寄予 真的是这个光博会 为我们呢 这样参展上带来的非常好的平台 要我们呢 可以帮我们产品展示给所有的同行 以及我们的非花界的人 都了解所有的光学领域的产品 光电产业这已经会我们的生活里面 带来很多的好的产品 我也期待这样的一个 我们是第一次参展 但是我们也感到到这个平台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 我们也以后也会 都会继续在参加这样的展览会的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相信听完了镜头女士的介绍以后 大家对于品牌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那预祝我们品牌在此次 CLOE中国光博会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 谢谢